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就講一宗關於本港的消息 根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有一個記載反送中事件資訊的網站 叫做香港偏連市 從昨天開始 在香港地區 就沒有辦法通過一般的途徑進入到這個網站 反而是經過VPN 也就是叫做虛擬私人網絡 俗稱叫做翻牆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網站 於是在網絡上引起了一片豐網的疑魂 有不少網民質疑 是否在當局下令部分的網絡供應商封鎖了這個網站 有本地媒體就特意向警務處查詢了這件事 而警方也有作出答覆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香港偏連市網站 就發佈了一篇聲明 他們就說 由1月6日的夜晚開始 就收到來自香港使用者的報告 說上不到這個網站 他們就澄清 從來都沒有選擇性 封閉個別地區 或者是特定網絡供應商的用戶 他們就有理由相信 香港至少有4家網絡供應商 主動封鎖這個網站 他們就質疑 可能涉及到政府部門的要求 於是有本地媒體就向警方查詢 警方的回應就說 不評論個別的個案 但是就指出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 以及是實施細則附表4 警方就可以要求服務商 對於發佈在電子平台上 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或者是相當可能會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 電子訊息作出禁制行動 警方就會採取任何行動 會按照實際的情況依法處理 其實警方的回應可以說是不置可否 究竟這個所謂香港偏連市的網站 是不是遭到封禁呢 是不是當局有下令要封鎖這個網站呢 到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其實警方這個說法 他又沒有否認到 他又沒有承認到 但是 一般來說如果不是他們做的話 多數都會否認 你問我 這個網站是不是有機會被封鎖了呢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如果這個是事情屬實的話 其實就是叫做封網的 第一步 當然現在我們不知道 警方就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若然是屬實的話 就等同於是敲響了封網的警號 因為凡事都總有一個過程 他就不會一下子所有的網站都封了 現在這種情況 會不會是當局 嘗試封閉個別一個網站 然後就試一下民眾的反應 試一下水溫 我覺得都有可能 除非警方自己走出來說 這個網站被封鎖了 完全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很斬釘字鐵這樣出來說 這樣就另作別論了 但是現在這樣不知可否 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當然這些封網疑魂就會引伸出一個問題 究竟最終會不會實施全面的封網呢 大家記得我們曾經評論過宣誓的問題 我們說過一件事 當權力不受制約的時候 他就斷然不會說 忽然之間走到一點就停下來 他就只會不斷地膨脹下去 不斷地伸延開去 好了 換轉回現在這個所謂的封網的情境 現在就不知道這個香港偏連市是不是當局要求封鎖 假設是的時候 肯定就不會說 純粹封一個半個那麼簡單 但是去到最後 會不會真的演變成為全面封網呢 我就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我知道個別評論人 逢接觸這些話題的時候 總會說兩句說話 他們就會說 政權夠膽這樣做 政權是做得出的 實情說這些就等同於沒有說 根據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 政權是做得出的 政權是夠膽做的 說這些就浪費 問題就是 大家都要去研判一下 究竟那個步伐是會走得有多快 或者最終會演變成為一個怎樣的階段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大家要看實港交所的融資功能是否存在 這件事我們在直播都有提過 當港交所融資的功能是繼續存在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情況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不會惡化得那麼快 但是如果這個融資的功能不存在的時候 那就會大問題很多 但是按照目前現在這個跡象 比如說在 10月份的時候 11月的時候 這個螞蟻集團 曾經是準備要上市的 當時流入了香港 是說有幾千億的熱錢 是靜資金的流入 是使得整個銀行體系水浸 當然啦 去到後期這隻螞蟻上不上市的時候 那些熱錢就流走了 於是有些人就撿著這個數據 就說一些大家適合聽的說話 就說有些人走資 實情這根本不是那回事 當然如果你說去到1月甚至2月 都還有同等數量的資金流出的時候 就有機會是走資 如果純粹是一個月走回之前的熱錢 我就看不到是有走資的跡象 不過很多人都聽到很happy如癡如罪 那就不要緊啦 大家開心就行了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個螞蟻上市的問題 螞蟻上市這個資金的流動 就反映得到香港的金融中心 其實 即使是面對著美國的制裁也好 他仍然是運作得相對正常 因為外國的投行 尤其是美資的投行 他仍然是過來玩 其實港交錯就像一個賭場一樣 你開了很多張賭桌 最重要是有沒有人來玩 如果沒有人來玩 你曬席就蝕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有人來玩的時候就不要緊 而且有人來玩的時候 他贏了錢 還可以拿錢走 這個就印證得到 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幾項的支柱 他仍然是存在 哪幾項支柱 資金自由流動 對於這群投行來說的所謂法治 在現在這個 context 這個語境下的法治 就不是說保障人權 或者是保障自由等等 而是保障得到 當那些外資的商人 那些投資者 投行 他們在香港這個股市獲利之後 是能夠拿著錢 然後搬回他們原本的國家 這就是在他們眼中所謂的法治 只要這件事是可以繼續存在的時候 基本上他不管你什麼打壓人權 打壓自由 不關他的事 他來香港無非就是想要賺錢 所以 只要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他仍然是存在的時候 這個存在不在於大陸認定這個是不是 而是在於究竟 那些賭客來不來你這個賭場 如果他繼續來的時候 基本上 你那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是保得住的 保得住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的條件 就叫做 資訊流通自由 我就想像不到 如果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你是全面 風網的話 是一個怎樣的 因為其實是會某程度上搞和了這個賭場 所以你說 這個賭場還運作正常的時候 會不會全面風網呢 我看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反而來說 就是個別的網站會不會遭到封禁呢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還會大一點 因為當你封個別網站的時候 就是純粹那些網站 當局認為 不適合人民看的 那就可以封了 但是對於那些外國投資者來說 他一向都不看的 這些資訊 所以就不影響得到 他們的投資環境 如果你說全面風網的話 人家可能未必來玩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可能封一些不封一些的 機會就比較大 封個別的網站 封了其實是困難的 你說全面封網 到底有沒有一個可行性呢 照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不是說物理斷網的話 基本上 就算他封鎖了某個網站也好 你總是能夠 用不同的途徑上得翻 VPN剛才我們提到的 所謂的虛擬私人網絡 也就是俗稱翻牆 就是其中一個途徑 你給一個月幾十元 或者三十多元 你買了這個VPN的服務 其實就可以翻牆看得到 不同外國的網站 即是他封鎖也沒用 你可以繞過了他的封鎖 實際大陸很多網民 都是用VPN來上外國的網站 大家看看 就算大陸有些異見人士 有些維權人士 他們也有時候 可以突破得到 網絡封鎖 上到Twitter 或者其他的網站 發表貼文 甚至乎 對外聯絡 所以 只要不是物理斷網 基本上 總能夠找到一些方法 來繞過封鎖 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 就會產生了一定的麻煩 尤其是對於長者 或者不熟悉這些網絡的人 他可能要請教其他人 才可以上得到 被封鎖的網站 封鎖肯定會對民眾 構成一定的不便 但是這個不便 能不能夠解決得到 這個其實技術上是可行的 只不過如果物理斷網 就搞不定了 比如說 其實香港聯外 那些互聯網絡 就主要通過香港國際互聯網加援中心 英文就叫做HKIX 其中有一座位於中大 比如說怎樣為之物理斷網 比如說這座大樓突然停電 當然那座樓都停電的時候 你那些網絡的流量就自然出不了外國 又或者 連網絡的電纜都剪斷了 撤斷了 當然也是上不了 又或者他勒令所有人都不能上網 那就更不用說了 除非物理斷網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點封點禁 總有路是上得到的 只不過是看看有多麻煩 要繞過多少的關卡 但是你問我會不會全面封網呢 我覺得可能性比較低 除非你說這個賭場的功能 融資的功能失去了 那就很難說了 到時候就不單止是封網那麼簡單 我相信 但是只要這個融資的功能繼續存在的時候 我又看不到他為什麼要全部封網 老實說 他是不是會很介意你看那些主流媒體呢 我覺得不是 你不可以看TVB 看央視也可以的 YouTube也有央視 或者很多親中的YouTuber 我的看法就是他未必會封所有網站 當然你說現在這個 香港偏連市 他裡面全部都是記載那些反送中運動的資訊 被人封呢 這個不奇怪 你說會不會封所有網站呢 你一封的話你怎麼融資呢 你怎麼玩股票呢 你怎麼進行電子商貿呢 其實全部都沒得搞的 所以你說全面封網 我覺得可能性就比較低一點 你說在香港這個情況的話 老實說就算你說北上廣深等等的大城市 也都不見得說會全面封網 當然啦有些人總會說香港就快變新疆了 香港和新疆始終都有一段距離 新疆就是那個產業是怎樣呢 香港的產業是怎樣呢 新疆是第一產業的 香港是第三產業的 而且當中美的金融如果是持續脫歐下去的話 現在不知道啦 拜登準備上台了 可能會推翻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都不定 但是如果短期之內他不去推翻的時候 中美繼續那個金融脫歐的程序 那些中概股會退市 你退市的時候 你當然要回來香港上 當然啦有些本身在香港已經是上市了 但是有些純粹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 那他一退市的時候他要找一個地方重新上市 那你重新上市最好就選擇在香港 沒理由選擇在上海和深圳上 因為這個賭場才多人來玩 你多人玩你才有那個人氣你才有那個資金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只要融資的功能是繼續存在的話 他就不會說怎樣封閉所有的網 但是如果不再存在的話 那就是自求多福啦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